最新数据显示,全国范围内清理清退公务用车和吃空响人员的专项整治工作中,清理清退的总数字均已超过了10万。 人民日报和群众路线网6号发布消息称,截至目前,全国应清理清退公务用车11万9846辆,实际清理清退11万4418辆,占95.5%。 截至9月25号,全国共清理清退吃空响人数为16万2629人。